张子怡现身高原时尚大秀 还不忘推荐电影志愿军 熊兵出击 对 其实影片里面呈现的 真的是非常有限 因为重点不在这个人物身上 那为了去体验这个角色 和去学习他传声翻译的这些内容 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 感受得出来 然后我也去电影园看了 什么心情 什么心情 我说哎呀 我的那些英文好像都被吃掉了 当然我也非常的理解 因为你就是一个 有点像那个背景音乐似的 但是但是 这节目付出了很多 对对对 我跟我老师也交流过 然后老师说 因为他给了我 我自己有很 就是有自信坐在那里面 因为我很熟知这些台词 所以还是有一次的这种体验 体验 就是说你无论角色的大小 或者你出现的时间的长短 你提前的功课做到位了 你在镜头前面 你是胸有成竹的